别看在外面粉丝里三圈外三圈的围着 在家里哪怕你是林俊杰 免费唱演唱会都被家人无视的死死的 但林俊杰呢估计也习惯了 之前在酒店唱歌 妈妈在旁边面无表情 毫无波动 假如明白一切说过 那一场消风过 梦会自己洒脱 让我能难过 而当初你 恨心在义我 假如从来过 真是被读的仇杀 同样遭遭家人制裁的还有汪峰老师 虽然知道他是玩摇滚的 但没有想到路哥的时候能那么吓人 如果你在家就试唱自己歌的时候 会不会把家里面的人影响到 家人下人的时候 我录《西洋的空中飘洋》这一张的名利场的时候 我是自己在屋里面录唱 从外面任何一个屋子听到的只是我的干嚎 这是你唱的声 对 所以特别可怕 他们差不多听了将近一个小时 就觉得一定是出事了 或者 出事了 去年双十一最出圈的 不是某宝 反而是壁武师追星张绍涵的李佳琪 听到张上涵在直播间外的舞台唱歌 直接变身狂热粉丝 帕玻璃追星 还在二十一年的网络春晚 从 到汪苏龙这儿画风就不一样了 把广场舞神曲《九岁的蝴蝶》 自弹自唱改成小田歌之后 直接唱睡了整个演播听的人 《九岁的蝴蝶》 不得不说呀 这些简直是免费的演唱会 好啦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